为了打破民众对身心障碍者的刻板印象 并筹募生长乐儿家园筹建费用 台湾乐座创意协会 特别在桃园浦西牧场举办 乐福乐儿工艺农油去活动 首创农油去工艺新形态 号召百位民众习家带卷与生长乐儿共游农场 来到这边我看到热粉跟我们乐儿的界面 其实我很感动的是 其实热粉其实对我们的乐儿 还有我们乐儿对他们的那种 互动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可以看到这一幕 活动现场聚集了数十家的爱心企业团体共襄盛举 并有许多爱心意卖摊位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 筹募生长乐家园第一期所需的500万元的采除费用 来帮助生长乐家园早日完工 主要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就是在明年度 我们要启动一个8到8的幸福20%的幸福时光 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也给我们更多的协助跟帮忙 台湾乐座创业协会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人知道 重度生长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需求 未来乐座一定会开办更多的服务 除了乐儿家园外 也会持续成立新的照顾据点 并办理家庭支持以及代工培训课程 来帮助桃园在地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记者东云飞 杨梅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